有空位 為什麼不行了 中國機上鬧劇又一出 重慶這位媽媽帶著小孩坐飛機 孩子哭鬧往頭等艙跑 媽媽不但沒阻止 還開罵空服員 頭等艙有空位 為何不能坐 你們前面有空位嗎 有啊 我們沒有辦法去看空服的 道理講不過 女子直接自行入座頭等艙 沈羅基連同級的中國乘客也受不了 下去 下去 廢什麼話呀 目擊者表示女子這一鬧 還整架班機整整延誤一小時 果然有熊孩子的地方 背後一定也有一個熊家的 其實類似的頭等艙之亂 七個月前就曾發生過 你沒這權利懂嗎 你有權利 你跟他走 中國的航空從北京飛往成都的班機上 男子妄想免費升等頭等艙 大鬧機組人員 小孩和爸爸的航式坐在頭等艙 那個奶奶是買了經濟艙 那個奶奶想去偷偷他抱那個小孩 對他不同意 然後一直在處理 原定晚間六點起飛的班機 本來就已經延誤五個小時 沒想到男子鬧場後 直到隔天凌晨兩點 警察帶走男子才結束鬧劇 如今又有彪漢媽媽 嗆坐頭等艙引發眾怒 澳客妄想免費升等 恐怕還是有夢最美 菜底新聞六至於報導